外交部长吴钊燮 日前跟立委互杠还发文开窍 面对无理的质疑 林北一定会吵到底 外交部次长田中光居然解释说 林北是非常接地气的用词 被网友猛呛 是把自己当成百姓的老子吗 蓝音跟狂轰 有看过哪个民进党的人士 在选举败票时喊过林北来了吗 吴钊燮喜滋滴上魔法部吵架王彩带 当大家追问3.2亿原无金流 吴钊燮告立委 立委问他是谁撤国家后腿 吴钊燮直接国会暴走开杠 甚至发文料化 谁要是无理之一 林北一定吵到底 堂堂部长喊林北 外交部次长帮忙解释的超级尴尬 这是非常接地气 非常接地气的一个语言 以前我觉得这可能是高高在上 现在听起来可能是我们兄弟的意思 难怪还可以在外交部 难怪还可以在外交部 如果他是林北我就是老娘了 林北应该是说我是你爸爸 五四零八八 田光中次长可能是有比较强的求生欲 网友炸锅炮轰 吴钊燮自称林北 是把自己当百姓的老子吗 搞清楚你的薪水 就是林北们给你的 在嚣张什么 蒋林北是接地气室吧 老师可以教学生蒋林北 临走骂吗 有人耿吐讽刺 以后小学生自称林北 老师要给他贴个小星星 称赞很接地气 更有人帮吴钊燮林北造句 林北就算断交八国 也不认错要当官到底 如果说这么接地气的话 那这个是我们赖总统 就职典礼的演说上 就开始用林北取代我这个词 这叫接什么地气呢 这是五入地气嘛 一般的庶民有开口闭口 翻开教育部的闽南语词典礼 林北是男子自称的粗俗用法 常用在蔑视别人发怒的口语上 但悲哀的是 绿营大官公开大声宣扬 甚至还帮这句林北来作背书 蔡英文爱将 堂堂外交部长 满口林北还沾沾自喜 背后是谁给的底气 百姓全都看在眼里 这黄军陈镇SN小组台北报道